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苗栗三亿的木雕王国 木雕王国 这应该不是整个火车站 应该是木雕的吧 好的 各位观众 说到这个盛星火车站 可是很厉害的 这里的每根标注 完全没有使用钉子 而且它是台湾纵贯铁路 海拔最高的 有402.326公尺 记懂了吗 来 我来告诉大家 既然大家不同 我来跟大家讲 盛星火车站完全是一个二级古迹 也是我们的全部都是用 木造日记实在到现在 这边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呢 好玩的地方绝对是很多了 那我想说我们是从盛星火车站出发 然后我们待会呢 我们会来到我们水美商圈 商圈里面有很多教科啦 还有我们最主要还有这个 在手里啦 那还有我们的什么呢 客家菜 大家最喜欢的 对不对 我们听完这次 迫不及待要一起去 商圈 GO AAA先别急着出发逛商圈 可以先来去停驶的顺行火车站里头 散散步 接着再来去逛逛著名的木雕街 你可以在很有艺术氛围的街上 好好玩耍喔 我跟美珍玩着玩着 被一针针木雕的佛像给震慑住 你看看美珍 这里好多佛像喔 真的耶 可是我都不认识耶 不认识喔 不认识没关系 我带你们看 这里主要都钓佛像 佛像喔 钓这个佛像出口日本 造年 有各式各样 除了佛像之外 因为我想做博物馆的关系 所以还有奇目 叫各式各样的雕刻 还有艺术创作品 我刚刚有注意到他们的表情 都好传绳喔 这个是那个Q版的彩绳 真的 那个是正统的那个名 释迦牟尼火的彩绳 而且你带我们去换换吗 OK 来 好 这间木雕博物馆 记录老板50年来的雕刻作品喔 看得我们目不转睛 接着我们又逛到另外一家木雕店 发现有一把木雕琴耶 剩前要来给他弹个几下 欸 才发现重的不得了 原来这是用石头雕刻出来 放茶具的茶盘啦 而且老板还搬出曾经得过全省美展金牌奖的茶盘 实在是好厉害啊 这种不像传统的那样 木雕街起始这样就给他逛完了 我跟美真又被另外一家店给吸引进去 谢谢 我很常看到雕刻店里面 人家直接在雕刻耶 对啊 这边是商店街啦 所以当工作室比较少 一半是店妹 那我本身是木雕师 所以我把它当店妹当工作室 对啊 那为什么他才去看我做那些是 是立体的作品 我这个是立体的作品 因为这样的作品比较方便 他那个是因为他是壁挂 是平面 这是我儿子 哦 你的这个怎么做啊 这个啊 这个就是我妈妈刚刚有说 这个就是钓的 钓的 所以不是用很做 因为它背面是平的 平的 所以这块的部分本身就没有这么大 所以你做比较会比较迟 我们第一次看到那个现场的雕刻耶 看那个雕刻耶 对 师傅的创作 真的是让我们惊叹连连 一问之下才知道 老师可是国家工艺奖的得主哦 还是三亿木雕街第一家 获得工艺之家的寿正店家 真的 这里还有一间木雕店耶 来逛一逛吧 哇 甜点耶 没人叫老师 对 对啊 我每天都吃三块哦 好特别哦 对啊 为什么木雕这样的 台湾卖两点的呢 对啊 因为老板原本是做木雕的 但是他自己也很喜欢吃麻吉 所以他后来就到日本去学习 怎么做麻吉 哇 还有果冻耶 这造型很特别哦 对 我们果冻很特别 它的造型是童花的 而且里面吃得到椰果 不甜不腻 很好吃哦 美真 美真 你的名字变好长好长哦 你说谎了对不对 流行啊 你不知道哦 那你平常酸酸巴巴呢 你怎么会小提醒的呢 他的小提醒是我教的啊 小丑老师教的啊 那你在哪里学的啊 这是小木雕的店啊 小木雕 老师 这个小木雕它的特色到底在哪里啊 会动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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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用相似的 这样动去衔接的 我们把不要的 废弃的东西的树枝 拿来做这个小木雕对不对 我们现在看到不爱的小木雕 真可愛 真可愛 有公主 乐手 还有各式各样动物造型的小木雕 很广告了吧 会变木头的那个 超棒的 那既然来到三亿 我当然要带你去吃很有特色的料理哦 这是这一间 来 姊姊姊 来是客家菜哦 好 广东菜啊 不是 不是哦 我们这个是三亿的道地的客家料理哦 欢迎进来品尝看看哦 好 北京我跟你说 这是客家料理的招牌哦 这个叫客家小炒 客家小炒 口感耶 没有口感 不是哦 看清楚哦 它里面还有非常多的好料哦 还有像芹菜啊 还有肉啊 还有这一盘我们客家的经典之一 就是我们客家蜂肉 你看它呢 这是我们用本地的 黑猪肉饰养的啊 你看它的胶子 这个胶子里 哇 带带的 对 还有这一盘 它不是一盘普通的鸡肉哦 对 它是从小就是玉米长大的哦 看它的皮 我看它的皮 很黄耶 来吃一个 吃一个 小炒的好吃吗 好吃 好吃 吃饱饭很满途 我们来到三亿著名的龙藤断桥 来欣赏美景咯 每个每个每个 每个每个 你叫我干嘛 我把木头巾 掉 一定在我脑子里面啊 那你还有什么 把三亿的东西 记得到脑子里面呢 哦 还有哦 跟我们去买滑机啊 带回家 对 做做我们的里面嘛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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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m 1 5 2 6 1